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房车情报 我是苏苏 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车型 那这款房车就是我们赛德新推出的这款猎鹰02号房车了 猎鹰02号房车是一款C型小额头房车 这款房车是基于进口EVC底盘打造而来的 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一个车型了 它的外观上也是别具一格的 但它整个颜色使用的是这种幻彩式的设计 蓝紫色的这样的一个幻彩式的设计 从阳光和视觉角度的变化也会看到不同的颜色 它的整个车身尺寸的长宽高分别是5995×2450×2990的 进气格山点撞式的更加的具有时尚感和线条感 是使用的LED大灯组 可以让我们的夜晚的照明更加的明亮 它的整个外观设计是以蓝白色为主 增加了彩色的图条的 上方是一个C型小额头的设计 同时上方带有手动遮阳棚 下方带有电动踏步 在旁边这一侧是外置的抽拉燃气灶 同时在它的旁边这里还带有储物舱门 储物架上可以放很多的调料品 同时又安全又稳定 在它旁边这里是一个置物的翻板 平时的时候我们如果做完的菜 洗完的水果都可以放到外面 下方这里还带有一个储物箱 储物箱的空间也是比较不错的 整个车尾部的涂装也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它的后方这里带有排风扇 同时还有一个220V的新能源接口 平常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汽车 新能源的充电桩都可以使用 这个尾部有一个空间比较宽阔的储物箱 同时还带有照明灯旁边还带有插座 里面可以放一些行李箱 以及日常用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储物舱门旁边这里是一个特鲁马的散热口 旁边这里是一个救水箱的加水系统 在它的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的舱门 这款车的驾驶室也是比较有亮点的 尤其是我的正副驾驶这里配有安全气囊 同时在它的发动的旁边还有电子手刹 整个的车还带有后桥加宽 同时底盘也是空气悬挂 这样可以使车在行驶过程中更加的稳定和安全 动力系统方面这款车使用的是3.0T的柴油发动机 加上8速自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34千瓦 最大扭矩是430牛米 满足国六排放 同时这款车还带有后视镜的长臂镜 同时还有后视镜的电动加热 这款车门它使用的是无钥匙可进入车内的 同时还带有这种自动吸合的功能 可以使整个的车门更加的安全隐蔽性更好 不用使劲之后它自己就关闭好了 整个的家居装饰格调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变换 整个看起来加上LED的氛围灯 看起来更具科幻 同时也有加的温馨感 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是会客区域 可以看到这里的座椅使用的是这种单人的航空座椅 是两个人的 现在这个座椅是一个正常的坐姿的一个座椅 现在我要把它调的舒服一点 可以靠我们左手边的触摸屏来调节它 这个主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 把这个滑轨我们先往前挪一挪 挪好之后我们把靠背往后再挪一下 靠背挪好之后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靠躺的姿势了 然后我觉得腿也不是很舒服 就把腿脱升一下 座椅其实还带有通风跟加热的功能 同时还有按摩功能 如果比较疲惫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按摩 上方这里是一个四路监控 还带有附声的音响 吐鲁玛的燃气暖风 厨房区域的一个较大的操作台 是不是还是比较漂亮的 同时这里还可以放一些碗盆 上方这里是一个微波炉 下方这里是一个洗菜池 搅细的这样的一个出水口 这个是净水出水口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饮用 在它的旁边这里是一个电磁炉 下方这些都是我们的置物空间了 打开看一下 它的置物空间其实并没有很长 但是空间是足够的 放一些碑具玩具都是没有问题的 操作台两端都有一个冰箱 加起来一共是152升 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同时还能够节约我们的空间 在我的左手侧就是休息区域 可以足足睡下两个成年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整个床的舒适程度 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床使用的是乳胶的这种床垫 会让我们在长途旅行过程中 睡眠的质量会更加的提高 上方这里还带有顶制的吊棍 上方这里带有一个空洗一体机 同时它的旁边还有两个储物空间 整个卫生间使用的是一种一体吸塑式的设计 同时还是下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旁边这里带有了核式马桶 洗漱台 上方这里还带有一个LED灯的一个梳妆镜 在它的旁边这里是淋浴装置 驾驶室的上方这里使用的是小额头的一个设计 整个的一个全景天窗 能够提高室内的一个采光的效果 在电路系统方面使用的是3000瓦的逆电器 加上800安时的离电池 加上56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水路配置方面使用的是220升的净水箱 加上40升的灰水箱 价格方面实际上根据底盘的载重不同 也是有所区别的 6.5吨的版本目前售价是97.8万元 那现在实拍车的这款是4.5吨的版本 那它的目前售价是87.8万元 您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呢 可以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或者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哦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